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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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张扬家和吴婆婆家在楼道里又斗发了 刚开始 两家的大门上贴出了青龙 白虎 后来竟挂出了镜子 剪刀和大灯 为了这件事 十五年的老邻居吵得不可开交 年底了 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呀 我们劝了好多次都劝不下 还得请你们去做做工作 11月25日 家住龙深路的居民巷 东巷建设社区居委会反映了这个情况 原来 门对门的老邻居 为了争风水 使出浑身解数 在楼道里斗起发来 较近 你贴亲龙 我险白虎 谢勇老师整理参考 大家口中的张娘 名叫张平福 今年六十五岁 她与对门七十四岁的吴婆婆 是共处了近十五年的老邻居 十多年来 两家关系一直不错 张娘家娃娃还小的时候 吴婆婆还时常帮忙照顾 邻居向东介绍道 三年前 吴婆婆老伴去世 家里又遭遇了几次波折 听说贴符咒可以缓解不好的事情 吴婆婆便在自己家门上 贴出了惠着亲龙的符咒 从那时候起 两家人关系就不好了 平时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了 向东说 从三年前开始 两家人就按地里较劲 一场斗法便越演越烈 我们家那段时间真是的不好 所以我才挂青龙 根本没有针对他们的意思 拿小的 没几天 他们家就在对面挂出一只白虎 照过去的说法 这是要冲着我们家的呀 吴婆婆说 当时对门挂了白虎之后 她就生病了 所以更确定对门的做法 让自己沾到了晦气 本来我们是好邻居 吴婆婆莫名其妙地在家门口弄符咒对着我们家 这对我们家来说 当然不吉利 说起最初的斗法 张阳回忆说 她曾劝过吴婆婆多次 但吴婆婆并不接受 所以 自己才会挂出一只白虎来还击 升级 你挂照妖镜我挂剪刀开射灯所谓的符咒贴了近一年后 已经沉就破损 吴婆婆便将其取下来 本以为这场斗法告一段落 没想到 吴婆婆又在自己大门上挂了一面镜子 很明显是个照妖镜啊 这一挂肯定会把不好全绕到我家 张阳说 无奈之下 她又在自己家门上挂了射灯 同时还夹了一把剪刀 你挂照妖镜 我挂剪刀开射灯 呀 家人未争风水 斗得不可开交 路过的邻居们也感到十分不适 多次劝解仍没起作用 调解 两家人摘除了镜子 射灯与剪刀谢勇老师整理参考 11月25日 社区工作人员来到了吴婆婆家中做起了思想工作 如今已经是新时代了 万事都需要讲的一名 贴兴隆白骨服 挂照妖镜等行为 都是迷信的做法 因为这样引起误会 影响邻里团结就不好了 听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劝说后 吴婆婆慢慢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我贴服挂镜子并不是针对对门家的 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家辟邪 吴婆婆接着说 其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家里回归了平静 既然社区人员上门来 只要对门拿掉门前的灯和剪刀 她也取下来 得知此情况后 社区工作人员又来到对门张娘家 张娘生气的说 我们家什么地方得对了对面的 整天用面镜子对着我们家 这件是我 正要向你们社区来反映 请你们居委会帮我们解决 社区人员把吴婆婆讲的话复述了一遍 并劝解张娘能理解孤身老年人的不义 先做出让步 把剪刀和灯取下来 虽然都同意不再较劲 但双方谁也不想第一个把剪刀 镜子摘下来 社区工作人员被打破这一僵局 商定同时行动 随着一 二 三的口令 两家的剪刀和射灯 镜子终于双双摘下 这两天 吴婆婆和张娘兵是前嫌 十多年的老邻居终于重归于好 针对这件事情 社区工作人员说 贴青龙 白虎 挂照妖镜和剪刀都是迷信 邻里斗法换来的只是斗气 不仅影响了几十年的邻居感情 门前挂镜子 还影响了小区的环境 和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很不协调 一旦邻里出现误会 需要双方沟通谅解 其实两家只是叫上街了 双方都不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才会导致闹剧越演越烈 社区是社会和 邪的基本组成 只有邻里和木公处了 社区才能和谐 社会才能和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